再来关注体操赛事的消息 日本体操全能王内村航平当地时间8月1号获得男子全能金牌 为日本体操夺得自1984年以来的第一块个人全能奥运金牌 内村也成为日本第一个体操市锦赛和奥运会个人全能双冠王 姿势实力与中美不相上下的日本体操 对在伦敦奥运会上摘金夺银满怀期待 日本民众也对体操夺冠寄予厚望 时事社评论称在1号的体操男子个人全能赛中 有些巨星风范的内村总算走出失误门 以几乎完美的动作夺金 这也是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拒致监姓斯这位全能王以来 日本第二次获得该项目金牌 也算是为本届奥运会上失误不断的日本体操挽回了点颜面